字幕提供 這麼殘忍? 對,要打爆他的頭 什麼頭?再說一次 龜哥的頭 我不要中間這字 龜哥的頭 Hello 大家好,又到我們Gameplayhk 我們繼續玩這個仙境迷城 現在開多了一個職業去試玩 現在是戰手 好,上次我們未開遊戲已經有得試玩 之後網友留言說戰手都OK 我們就儘管聽網友說吧 現在我們已經30級,可以第二次轉職了 可以轉成影護衛 影護衛的特色就是它的遠程攻擊力 暴擊傷害都高 但是我們還要完成三個轉職任務才可以進行這個轉職 做完就這麼簡單,這個主線任務 對嗎? 對 年輕的勇者朋友 勇氣是不會隨著時間而退色的 這個伯伯要吃些猴糖就很沙漠 不過我也喜歡這個配音 適合伯伯的年紀 都頗有心 這遊戲是多人玩 因為上次我們試玩完那條影片 一出很多人都留言 很有興趣 對,很期待這遊戲的推出 應該很多網友正在玩 不過還是那句話,如果未玩朋友有興趣 就可以在影片內容下載 又要說一次,真是很喜歡這些畫風 因為有不少網友被這些畫風吸引 我想這麼可愛的畫風也吸引到不少女生玩 很棒 對 多事 盡力控制好一點 吸引女生這個重要 還有PACEBALL的排名都很高 很高 還有很多人給五星 因為可能真的漂亮 我也給了五星 說說我們完成了,我們去轉職吧 好啊 好啊,準備好了,看看加多少戰力 好啊 嘩,現在差不多八萬了 是啊,我看到了 之後就要去到五十呢 所以我們要努力了 那我們玩其他東西給大家看吧 好啊,那我就試其他東西給大家看 首先就去副本這裡 就有這個組隊副本 在裡面可以打到很多極品裝備 強化材料和補石 又是多朋友玩呢? 好啊 方便一點和玩得開心一點 對,一邊玩就聊天 接著有什麼選擇? 有材料試煉 這個我已經玩到沒得玩了 就有補石試煉和裝備試煉 這次我們玩裝備試煉 好啊,只剩下一次 要38-54 等級 所以大家會升高一點 看看,這個FAN有44 我也玩到40 齊人 好,開箱吧 通常這些就是 如果有勁隊友 最方便 打得快一點 大家都安全一點 他44 應該是舒服的 其實這關是容易玩的 只是一條路 有看到地圖應該轉了一個彎 直去 有人來了隊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你呢 太緊張了 GPHK 手快快按錯了 他是39 這個是不是BOSS 不是 還要轉 我看到了 對,BOSS來的時候 畫面會有些紅色 你帶頭啊 這麼勇氣 騎著自己走得快 我們待會又試試抽寵物 好啊 因為可以帶三隻 如果你是打 單人的副本 很可愛的 出來的時候 還有多兩隻 他們是很幫忙的 一來幫他攻擊 又可以引起敵人 咦 出來啦 BOSS 瞄著他的頭來打 這隻龜 這麼殘忍 對呀 打爆他的頭 什麼頭啊 盡你說一次 龜那個頭 說一次 我不要中間這次 龜 頭 大家盡你笑到 我聽到龜喉 我說了 好 大家不要亂說話 我們打遊戲 對 對呀 人家以為你傻 我看到一隻龜 不斷瞄她的頭來打 好像前世沒見到龜 好了 我們繼續吧 接著我想說 一個叫光明環境的副本 這裡每天就可以打到五次 哇 這個旋渦 左邊不忘初心 我之前打了一次 有很多不同的BOSS打 我們要循序漸進 慢慢打上去 每一次打完之後 就可以得到這個叫幻境幣的貨幣 就可以用來換寵物碎片 還有一些寵物用的經驗值道具 那些火腿我記得 上次我們介紹的時候 不斷餵給寵物吃 還有黃金月翼 每次打幾次 每天可以打到五次 所以就不要錯過這五次機會 現在就打到最後一次 再打到這裡 之後進行示範去換寵物道具 好嗎 這三隻東西厲害嗎 你現在跟著這三個寵物 其實這三隻都厲害 待會再介紹一下 好嗎 現在會不會之後BOSS是隻龜 我現在很緊張 沒有那麼多龜 是不是 瞄著頭 這個也可以瞄頭 兔子也可以 瞄頭 打破他的兔子牙 很痛 很變態 瞄著牙來打破 完成 要雞腿 雞腿用來升京 對 完了還有抽獎 不是雞腿 火腿 對不起 我們就可以進來陣營商店 用我們剛才拿的遊戲幣 去換你喜歡的寵物 橙色全部都是最高級的寵物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飛翅套 喜歡飄在空中射出飛翅 跟阿俊的性格很混合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好 換你喜歡的精靈 每天8點就會刷新 然後每天晚上我們都有一個活動 很應該去玩的 就是疾型副本 就是8點8開始 大家看到我們已經玩了很久 玩到夜晚 每天可以打兩次 要40級才可以進來 打這個最棒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寶石 裝備強化材料 陣形聲望 陣形幣 這些東西 40級不難 大家要快點升到去 然後就跟我們一起玩這個副本 我們進去 參加了之後就會來到這個地下城 大家只要去中間的位置就可以接任務 還要跑過來接,所以各位記住 進來之後就有大約280秒的時間給大家打 每一波都會有Boss要打 一共有10波 你最厲害的時候是打到多少 暫時都是5-6 這次你會更厲害 這隊友最高的 最高的 那盡力 希望可以打多一點 加油 第五波到Boss 但我們只剩下30幾秒 夠不夠 這隻東西 好噁心 毒蜂女 好噁心 無管動 而且他已經很強 你看他的血量扣不到多少 21秒 努力 大家 連技能快點回 回不及 有 扣到他一半 但應該沒有 3多秒 有吧 給點信心 給鬥志來 現在都出來了 3秒 2秒 是難的 去到第五波 差一點 應該也有機會去到第六 再練多一點 這些東西都OK 其實第五都 對 都有不少好東西 大家就用心 升高一點 來打 就可以拿多一些好東西 人品我不夠你 好吧阿俊 那你自己來吧 這裡 又到抽獎時間 今天我們要有一次免費 先試一下這次免費 不不不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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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會是橙色 橙色最厲害 橙色 我都說你 都是橙色 當然是娛樂 現在限時有六折 我們不如試五十年抽吧 有節奏 沒問題 試一下 紫色 綠色 看看有沒有橙色 我要橙色 橙色 橙色 有魔劍 魔劍 劍也是草物 不過是紫色 沒有橙色 看來不行阿俊 最近沒有符阿婆 沒有橙色 怎麼樣 讓我再試一次 按吧 有什麼好東西 有呀 牛鬼 這隻我有 但是可以吃了它 拿來盡化用 也好呀 牛鬼 瘋毒女王 嘩 好噁心 就是它噁心 換它出來好嗎 好啊好啊 可以嚇一嚇敵人 好醜 怎樣 你試不試啊 好啦 我這樣就我了 試一下吧 每次都是 大家有看可以拍片就知道 我漠漠都是糟糕的 看你人品 來了蝦仔王 喂 不行啊 我又沒有啊 喂 又是這隻 也不錯 可以進階 進階 可以進階 我們還有兩次 給你 好吧 我來 橙色 橙色 還沒有 有的喂 這個是 樹仙枝 紫色的 紫色的 不要緊 不過也好 其實我看到的姿勢也好 因為 可以用來勝利的 其實真的是有用 因為 沒有這些東西 你有一隻勁野 這樣也不夠高功 也好 最後了 最後了 五十年抽就完成了 好了 抽吧 迷夢龍輔助的寵物 戰力也不差 這麼有趣 那隻龍仔 因為阿俊很喜歡那些龍仔 那些造型的東西 很有趣 也不錯 可以整理一下我們寵物的陣容 不錯 也抽到五隻橙色的寵物 另外呢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叫做坐騎 又可以加多我們戰力 那上面那些 其實一開始有一隻 已經可以啟動到 就是這隻 楊斐 有些鑽石買 其實這遊戲都有送的 所以其實要擁有它就不難的 又或者這個環境幣 剛才我都說過 環境幣 可以換到 寵物的碎片 也可以用來買坐騎 又或者我們參加陣營活動 都可以儲存到這個陣營幣 拿來換東西 現在你是這隻 不鑽絲王 先看看 看看屬性 那麽 就 心靈加 9149 攻擊力加513 防禦力加308 另外移動速度就要加22% 那下面那些會再厲害一點 會不會 下面那些會再厲害一點 加上的生物力很多,移動速度和免疫控制技能 所以大家如果想更厲害,就考慮一下留下的座棋 現在我們先換一隻不老司王 好,先騎一下 再說一次,因為這遊戲實在太多人玩的關係 我們試一下拍不拍到這個,就是陣營戰 阿俊之前也有機會入到,但我不知道今晚可以不可以 盡量吧 這個陣營戰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拿,譬如經驗值金幣 以及很珍貴的圖騰充能石 每天只可以進入一次 這個陣營戰就是每晚8點半開始 不過8點28分就會有提示,問你入不進 所以大家要早一點暴定 我建議大家8點3號開電話 做客人醫生也好 希望今晚可以進入,盡量吧 只要這樣,阿俊 希望這次可以,你按吧 好啊 哎呀 太多人玩了,不教人搶啊 那我們明晚繼續吧,好嗎 每晚都要這樣一次 還是不行 不行 好,最後讓大家再看看我們的寵物 你還是看他們 其實 很勤奈 很勤奈 比你還向背 mange 肥大肥蛋 肥大肥蛋 看一看 三隻 大家看不清楚 迷夢龍,原來這麼大隻 我以為很小顆 現在看上去超大隻 反而這隻 蜂毒女王被他們遮住 不要那麼恐怖 你不動都可以 只靠他們站著 對,很厲害 有沒有帶好花生 你射歪了 你很噁心 你這麼噁心 今集的介紹就到這裡 這隻這麼棒的遊戲 再說一次,畫面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風格我會給滿分 有興趣朋友記得在影片內容的連結可以下載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介紹 我就繼續努力玩下去 多謝大家收看,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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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